累积财富的第一步是开始储蓄 通过控制开支 选择合适的储蓄工具 建立紧急储蓄基金等方式 可以逐渐增加储蓄金额 然后将储蓄转化为投资 以实现更高的资本增值率 投资可以包括股票 基金、房地产、债券等多种投资方式 通过投资 可以实现资产的增值和分散风险 从而提高财富累积效率 当谈到投资理财时 有些错误是非常常见的 以下是投资理财错误 投资风险不匹配 投资者通常在风险和报酬之间进行权衡取决 但是当投资者投资于风险不匹配的投资时 可能会遇到麻烦 例如 如果一个人把大部分的投资放在风险较高的股票上 而他的风险承受能力不足 那么当市场下跌时 他可能会遭受巨大的损失 过度贪婪或过度惧怕 投资者通常因为两种情况下面临问题 一是过度贪婪 二是过度惧怕 当市场表现良好时 许多投资者可能会变得贪婪 过度投资于一些表现良好的投资品种上 从而降低风险 但是 当市场出现下跌时 这些投资者可能会变得惧怕 过度卖出投资 进而损失资产 这些行为可能会让投资者失去自信心 最终导致投资损失 忽略风险管理 在投资理财时 风险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投资者应该仔细研究市场和不同投资品种的风险特点 以制定风险管理策略 但是 很多投资者会忽略风险管理 导致他们的投资风险太高 进而导致损失 透过多元化投资 购买保险等方式进行风险管理 可以帮助投资者减少风险 避免过度的损失 将所有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错误 当投资者把大部分的投资 放在单一投资品种上时 他们就会面临极高的风险 如果这个投资表现不佳 那么投资者的损失可能会非常严重 相反 如果投资者将资产分散到不同的投资品种上 可以减少风险 提高整体回报 忽略成本 许多投资者可能会忽略投资的成本 这些成本包括交易成本 管理费用 经济费用等等 这些成本可能会降低您的投资回报率 因此 投资者应该仔细研究这些成本 以确保他们的投资回报率是最大化的 短视近利 许多投资者短视近利 追逐短期报酬而忽略长期回报 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品种 从而降低长期的回报率 相反 投资者应该采用长期投资策略 选择有潜力的投资品种 从而实现长期的稳定回报 不断地进行交易 许多投资者可能会陷入过度交易的陷阱 这种行为可能会增加交易成本 降低回报率 相反 投资者应该采用长期投资策略 减少交易次数 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在投资时 人们往往会忽略心理因素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事实上 投资心理学是投资成功的关键之一 以下是您需要知道的投资心理学 情感投资 情感投资是指基于情感 不是基于理性进行投资的行为 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过度投资 风险不足或忽略重要的投资信息 投资者应该注意控制情感投资 并通过基于数据和研究的方法进行投资决策 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是指投资者对自己的能力或自知高估的现象 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选择高风险的投资品种 或忽略重要的投资信息 投资者应该认识到自己的限制 并通过增加知识和研究来降低过度自信的风险 选择性失明 选择性失明是指投资者会忽略对他们看法不一致的信息 并过度关注对他们看法一致的信息 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偏见和错误决策 投资者应该保持开放心态 并研究所有相关的投资信息 羊群效应 羊群效应是指投资者会模仿其他投资者的行为 而不是自己的判断 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投资泡沫和市场崩溃 投资者应该独立思考 通过研究和分析来做出自己的决策